一年兩期的粵劇大戲派為大家送上的是香山粵劇團演出的伯花公主 有些觀眾朋友可能都會覺得有點奇怪 我們為何會來到這個這麼有趣的環境跟大家講戲 其實這裏是領南印象園裏面的香港故事館和澳門故事館 都好啊 香港澳門 我現在好都好 香港澳門戲的 伯花公主除了在大陸做 香港都有做的 他們省港澳可以說是粵劇界的一個商戶溝通和交流 這裏裏面的裝飾擺設相當精緻 我們實行邊走邊看邊講戲 好啊 好啊 那不繼續等你聽你來講的 聽我來講 當然聽你來講 這部香山粵劇團的伯花公主 是搬演很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的 廣東粵劇青年團的版本伯花公主 然後再重新演繹 那何車老師你覺得他們演繹成怎樣呢 講一些青年造戲呢 就肯定過往為 就是把外省的戲移植來 我們肯定有一個俗語的 叫做過手低三分 就是把別人的戲移過來 不夠別人好 是啊 肯定差一個人 那這次呢 但我不是 歷史上有高三分的戲 好像拉朗佩 原來是穿劇的 穿劇的 穿劇的拉朗佩呢 那兩個不是兩夫婦 是啊 媽 是兩母子 是啊 和兒子 沒有這麼好玩了吧 特別是穿劇呢 就是三小 小生 是吧 小蛋 是吧 小丑 他以醜為主 我們不是 我們是做文武生 那怎樣搞這部戲呢 文國飛好東西啊 他又不是用矮子 又不用那些技巧 他就是什麼呢 他就是貼近人物去做戲 是吧 心法 對啦 這樣呢 就覺得呢 我們覺得好看啊 大龍會甚至那些穿劇更好看啊 就是我們講啊 那麼高三分啊 特別這套爆花公主 我覺得 如果不是好東西 怎會傳承在三十年呢 是啊 當時呢 就造載了三曲演員 是啊 現在呢又有幾位青年演員 去演藝入都不錯啊 是啊 對香港青年演員很多做這套戲 據我所知 還有就是 怎樣要我歌手高三分高位 那是哪裏呢 第一 他的經我們作者寫 他的曲名 穴劇曲牌全中國有名的嘛 好聽 好聽嘛 旋律好聽 詞又靚 哇 好厲害 第二 我們的演員 隻隻的靚仔靚女 是吧 又新段又好 嘩 所以我覺得 不要說是以前的三位梅花掌 一級演員 正是我現在看 閑金鳳 劉健波 我覺得都是 青年之中的精品 好東西 過手 高三分 嘩 河姐老師的評價相當之高 事不宜遲 我們繼續去看這套白花公主 演繹令我想起了最近我們越唱越好戲熱播的廣東省第七屆戲劇演藝大賽 粵劇賽區的比賽 嘩 一班青年演員在舞台上表現得相當精彩 好多觀眾的反擊都相當不錯 相信有不少行外行外的觀眾都覺得好開心 好欣喜我們粵劇界後繼有人 你看那些粵劇比賽 粵劇比賽 我平時比較多關注的是 京劇演藝大賽 即是不同劇組的你都會關注 那我講過 有一個最深感受是什麼呢 嘩 京劇的演員技藝高超 不再講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他們基本功扎實 扎實 這件事呢 講一句 不得看的話 我們粵劇的金獎銀獎 拍馬都沒追得到別人 基本功 我講基本功 那舉個例子 何謂基本功呢 嗯 你看那些京劇的那些 沒有彈好的演員 沒有身好的演員 走個圓桌 走個圓桌 標準而已 高虛的大扣 走個圓桌 背棋叫文師不動 不動的 背棋不動 嘩很難做的 幾支背棋很重的 是啊 不是重的問題 腰攻 圓桌攻 然後就穩住一路走一路走 圓桌呢 就要天天去練的 嘩 你的技巧呢 就攻你了 嘩我三百六個什麼 那些 你練成功了 你練成功了 圓桌不行 一天不練你都不行 等於曲不離口 那樣 這樣很辛苦的 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輕了基本功的訓練 而中了那些表現的技藝 啊 給我們的評委 啊好厲害啊 因為我們的評委 不是得罪講他 都不懂得看那些基本功 什麼 劇劇的俗話嘛 整天浪費的演員 嘿 唱戲是日姜那麼厚 做戲是拿屎那麼厚 走圓桌就武師那麼多 何謂老師那麼多 有得更慘 即是不穩 是的 你遲些我感受更深 就看了炎金鳳的演出 啊 百花公主裡面的 對啦 她那個背脊 我看這麼多年輕演員 她算是搞搞姐了 即是可以說 在基本功方面 炎金鳳是下了功夫 是的 穿件大扣 你看她的背脊 上了下一場 你看 阿獄再看 基本上可以保持身體的平衡 背脊沒有保持 你看 你看 另一個演員你就見了 同樣是大大會 出來 比較暈 立建基本功又高下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青年演員 額脊桿頭更進一步 學習人員的紮實的基本功 為我們貢獻更多好戲 嗯 相信青年演員一定會 繼續努力 加油啊 好 我們也都繼續看戲了 馬上信主之後呢 相信呢 各位觀眾朋友呢 都跟何車老師一樣 好覺得呢 這一群青年演員 相當有朝氣 他們呢 是真的用了功的 而且是很努力 我聽說他們在鄉山粵劇 都經常練功 所以就說 何車老師就說 他們的基本功 是較為之扎實 這個也都歸咎於他們的師父 教他們的方 喂 通通聽說 都有大師父的 你幾個演員 之前我們都說過 好像嚴金鳳的師父鄭培英 最近呢 聽說他都出了一個專輯 自己唱 跟著呢 就是一群徒弟仔去演繹 用鄭培英老師以前的一些錄音 去出了一隻DVD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除此之外呢 劉健波的師父就是羅家寶 羅家寶老師 哈叔呢 之前也都出了一本書 《平民老官羅家寶》 好東西啊 你有看過嗎 這本書你比我熟識 因為呢 何姐老師呢 對哈康藝術呢 也都是挺有研究的 嗯 還有黃家宇啦 他的師父就是 林小群 哦 大豬姐 是啊 有一群頭起之手 相信呢 他們都不會辜負大家對他們的期望 一連兩期的百花公主呢 就跟大家播放完畢啦 那麼究竟下個星期播什麼戲呢 就買個關子 下個星期大家就知道的啦 那明天當然要繼續鎖定我們語唱語錄戲啦 各位觀眾再見 拜拜